北京时间9月22日15点30分,中超第23轮先赛一场,大连一方在主场迎战上海申花,上海申花的近况有些不妙,在中超排名已经掉落到了11名, 主教练也陷入下课传闻,大连一方在最近七轮狂拿16分,彻底摆脱降级区,成为中超最不可思议的升班马,主教练舒斯特尔鞠躬至累,大连一方的主场已经闻名中超,恒大上岗富利鲁能,都在这里吃了败仗,主场作战的大连一方攻势如潮。 第12分钟,朱挺就助攻穆谢奎投球破门,第23分钟,卡拉斯科内切射门打高了,6分钟后,卡拉斯科射门被扑,朱挺捕射打飞了,第32分钟,盖坦在中场左路背对防守球员的情况,下选择脚后跟飘船身后的球员,皮球跃过防守球员,画出一道漂亮的弧线来到卡拉斯科身前。 盖坦的这个传球,可以说是中超最风骚的传球,在此之前几乎没有见过球员用这种方式过人传球,像内玛尔的彩虹过人都是正对防守球员的,而盖坦的这个过人传球想象力十足。 这场比赛的结束看到盖坦的这个传球惊叹了一声,随后他说了一句话,刚才一瞬间我觉得语言有点匮乏,的确,这是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处理球方式,从刚开始的水土不服到现在可以很放松地完成各种高水准的技术动作。 盖坦和卡拉斯卡的这种转变让打连一方大大获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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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